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是觉得眼睛有点红红种种 痛痛的 不以为意 结果过了几天之后 眼睛肿得越来越厉害 然后去看皮肤科才知道是带状泡疹 而且已经迁返到眼睛附近的神经 已经变成是整个眼皮都下垂 那吃了抗病毒药 吃了止痛药 是有好一点 但是没有完全好 泡疹有消 可是还是周边眼睛还是红红种种 而且好痛 爷爷痛到晚上睡不着觉 然后撑了一个月 大家觉得说 爷爷真的很不对劲 然后爷爷说他觉得不想活了 所以赶快来找中医治疗 那像这么严重的带状泡疹 中医可以治疗吗 让我们来看这一集 其实以前的人 在中医里面的古书里面 就有说到带状泡疹 怎么说呢 说它是残腰火丹 或是蛇串疮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沿着身体的单侧 然后沿着神经节长了一条带状的水泡 好像蛇一样 那中医怎么看它呢 你看它就是外观看起来红红的 然后又一颗一颗的 又红了 然后又有很多水在里面 所以这种红红的 又好像灼伤一样 像被火烧过一样那么痛 所以好像是一种火毒 但是里面很多小泡泡 很多水 那又有这种湿毒 所以我们就说它是湿热的邪气 外感毒血 一个很毒的血 然后导致这么严重的湿热的状况 那既然它是一个湿热的邪气 通常就是侵犯在 你体内本来就有湿热的人 就特别会产生 而且你湿热程度越严重 你的发病就越快越痛 那这时候加入中药治疗 再配合西医的抗病毒药跟止痛药 我们可以让疗程整个缩短 而且不要有后遗症 像刚刚开头讲的那个老爷爷 他一进诊间 整个右眼眼皮肿到没办法睁开 那家人都很担心说他会不会瞎掉 那我帮他拔一下 然后发现 这爷爷七十几岁了 麦相真的很没有力气 那这种是属于阳虚型 但是又感受到外感的这种湿热血气 所以要两个一起来 一方面帮他增强抵抗力 让他可以尽快进入修复期 二方面要帮他抑制这个病毒 那所以我就给他两种 一种就是温洋药 给他撕腻汤 生卖饮 加奖他的正气 二方面要给他中医的一些抗病毒药 跟针对湿热血气的药 像什么呢 龙胆蟹干汤 甘露消毒丹 两个一起用 结果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爷爷过来这时候他走了进来 笑咪咪的 我都快认不出他来了 他就说好很多了 那继续再调个两个礼拜呢 哇 他所有的症状都没了 那就是回复到本来正常的生活 那为什么会长带状泡疹呢 其实通常都是小时候有得过水痘 那这种水痘病毒呢 就是会躲藏在我们的神经根里面 只要我们身体比较虚弱 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呢 病毒就会再活化起来 就会发作变成带状泡疹 那在中医怎么看呢 那中医看呢 其实有分成内阴跟外阴 外阴呢 那是病毒活化起来嘛 然后再加上很多的因素啊 比如说你乱吃东西啊 身体变湿热啊 火气变大啊 这些 那内阴呢 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抵抗力 真的比较差 没办法去抑制那个病毒了 所以这种状况呢 我们就要去调身体 启动你身体修复的本能 那才是最根本的方法 还有就是 其实很多时候是情绪压力 像我自己 我也得过带状泡疹 什么时候 我在快要升处之医师前的那一个月 我就得到带状泡疹 那时候要升处之医师 要交报告 然后又当总医师 整个中医部的事情都我在负责 到处爬爬走 还要看病人 整个压力爆表 就得到带状泡疹了 还有我的门诊 有很多癌症病都是这样子 乳癌 然后治疗完全愈了 那终于要回去上班了 那刚开始回去上班 身体状况还没那么好 那一下子要面对这些职场压力 所以说我有些病人 癌症病人 回去上班之后 压力变大 然后就得到带状泡疹了 那其实各式各样身体的因素 情绪压力等等的 都会导致 你对身体 对病毒的抵抗力变差了 然后带状泡疹又发起来 那带状泡疹的中医治疗呢 我们把它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急性期 那真的皮肤很红的时候怎么办 还有就是皮肤已经没什么状况了 慢性期应该怎么治疗 我们先来看看急性期 其实有时候带状泡疹的病人一进来 我都会请他们先掀开让我看一下 我要看一下局部的病灶的状况 那如果说是那种 疹子很红 很多 然后很痒 可是它说不太痛 那这种呢 就是属于湿热为主 那大部分都是身体的侧边 像是鼠息部啊 或是背后侧边啊 那沿着侧边长的呢 这个大部分是以肝筋为主 所以我们说是肝筋湿热 那这种呢 其实是处理起来 没什么太大的压力 那清肝泄火 然后清热解毒 那有一种呢 就是说是气质血瘀型的哦 就是说 它水泡可能几天就消了 可是好痛哦 那这一种呢 就是属于血瘀为主 这种时候中药的止痛药 我们也会配合西药一起用下去哦 像什么香腹啊 紫石啊 掩护索 甚至用到乳香墨药这些 止痛效果真的会很好 那病人马上 就会觉得舒服一点 那另外一种呢 是以水泡为主 有时候病人皮肤一掀开 他说 你会不会痒会不会痛 他说还好耶 可是泡泡一堆 那水泡为主 那这是以湿血为主 这种呢 要除湿健庇 而且呢 我会跟病人说 很多人都觉得说 得到带众的泡子 就是火气很大 要吃很多什么苦瓜 菜瓜要退火 然后这个毒才会消 那如果是这一种 水泡很多 以皮湿为主的 我就跟他们说 绝对不能再吃寒养的东西了 你越吃啊 它越难好 那这种时候就要去湿 像我就很常用二成汤啊 杀人白质啊 四菌子汤这样子的药物去处理 其实反而比吃那些退火的药 还快好哦 那慢性期怎么办啊 就是其实很多病人呢 他来中医门诊看啊 通常都是 西医已经很棒地 把他处理完了 可是 他就是反反复复都在发作啊 那像有些病人就是 他可能两三年前 得到一个带状泡疹 可是 每次到自己状况不好的时候 这神经痛就拿起来痛 那这种慢性期 其实找中医调养是最好的哦 那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种型 那一种就是气虚型 这种就是 带状泡疹发作起来 就是除了带状泡疹很痛之外 整个身体又觉得很累 然后又觉得说 身体状况 就是很多的问题都会出现 那像这种气虚型的用点 比较不会上火的 补气药 像粉光森啊 刺五加啊 然后搭配一些清热解毒药 其实很快就好了 但有少数的人啊 是属于阳虚型的哦 像我有一个阿公他过来找我 他的红肿已经消了 可是痛痛痛 痛到半年就是不会消 你外观看起来都很正常啊 就是局部皮肤稍微有点暗沉 那我就问阿公说 你是怕冷还是怕热 阿公说超级怕冷 有够怕冷的 那这种状况呢 就是阳虚型 我就给他四溺汤啊 再加上一些龙胆蟹肝糖 以四溺汤温氧为主 那他说痛了半年的 带状泡疹的痛啊 就吃了一个礼拜的药 就完全无影无踪了 所以我们只要搞清楚症性 其实慢性期也是蛮好治疗的 那自己可以怎么做呢 带状泡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他正在急性发炎的时候 他正在发的时候 绝对不要再吃烤炸辣 一定要忌口 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之痛啊 那时候我在离山上啊 做寻回医疗 那山上天气很冷嘛 大家都喜欢炒点辣的 那辣辣自然身体温暖很舒服 那时候就跟大家吃和菜啊 就一面带状泡疹痛 一面吃辣的 带状泡疹是爆炸痛 我后来就去厨房 拜托厨师不要再炒辣椒了 所以这个烤炸辣 真的不要再吃了 那生活上呢 当然是减轻压力啊 不要让自己有这个诱发因素 好 我们来回答观众的问题 带状泡疹用冰块可以止氧吗 其实会舒服一点 因为你正在痛的时候 冰块有那个 放在局部有一点麻醉的效果 可是我不太建议这样子 因为其实这只是治标不治本 尤其你如果是阳虚型的 你用冰块 局部好像好一点 但是久了你身体更阳虚 你会更容易发作起来痛 像我就常常给这些病人用一些 龙血脂草膏或是脂育膏 外附上去其实效果会更好一点 袋状泡疹好了之后会有患痛嘛 很多病人都说这样子啊 你说外观看起来很正常 已经过了一年了 可是还在痛 我这是患痛吗 我说你痛不痛 他说好痛 我说那也不是患痛 你是真的痛 那这个真的痛 其实就是神经痛 那这一种痛呢 我们用一些活血化瘀 止痛的药 其实效果蛮好的 大家不要延误治疗 不要觉得它是假的 那就不治疗 它是真的可以治疗的 袋状泡疹长一圈之后就致命吗 这其实也是一个迷思 因为神经碱的分布它不是一圈的 所以它很难就是绕一圈 除非你免疫力真的很差很差 那两边都长 那就真的有可能就是 两边都有好像绕一圈这样子 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袋状泡疹会不会致命 会哦 因为有些长在像眼睛啊 耳朵附近啊 这些危险区域 真的会可能会造成失眠或是失聪 所以我们要特别去注意它 那尤其是你免疫系统 真的很不好 比方说你长期吃泪固醇的啊 免疫之际的啊 或是你有些慢性病 有时候那个病毒一进来啊 我也可能就是直接进入到内脏去 像有个病人 他得了背爪之后 后来就昏迷进去交互病房了 那幸好有醒过来 但是他泡疹性的脑炎 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小看他 如果你有任何的症状 不要怀疑 直接就医就对了 我们今天讲带妆泡疹啊 带妆泡疹呢 就是很容易有后遗症 那有些人呢 因为状况比较不好 所以你一旦得过 哇 那这个神经痛啊 就一直跟随着你 那这种状况呢 除了保持自己的心情稳定 饮食作息正常 也可以找中医师调养哦 大医学汉衣 我们下次再见